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帝虎的品種之一 也是台灣相當受歡迎的爬蟲寵物 他們時不時可愛乖巧的模樣 十分療癒人心 也因此時下有許多年輕人 選擇手工來當作寵物 像這種肥微手工 就是一種分布在西非地區的爬蟲類 大家好 我是育農爬蟲工作室的育農 農主達人育農 養手工經驗將近八年 目前是育農爬蟲工作室負責人 我目前養手工大概八到九年的時間 那我很喜歡牠們 因為牠們非常的可愛 我們可以把它抓起來 在手上把玩 牠們很乖 而且正面看牠們 就像在對我們微笑一樣 那這些都是我的寵物 那像這邊這個是肥微手工 這是豹蚊手工 牠們都是手工 但是牠們產地不一樣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手工 有肥微手工 豹蚊手工 這兩種手工多以昆蟲為食 也是近年來一些青少年 越來越喜歡飼養的寵物 那這個是來自 非洲的肥微手工 那牠們呢 其實有很多種 顏色、花色、顯性遺傳 跟那個隱性遺傳 那牠們基因特別的地方是 很多基因可以疊加在一起 像是我手上的這一家 牠就是 直線 加上Oreal 基因 加上無紋基因 再加上幽靈基因 牠是經過這三到四種基因組合在一起的 那會把這種基因組合在一起 是非常的 需要很繁瑣的程序 跟很多年的累積才能完成 那像是這次呢 牠就是比較基本款一點的 這隻是 Wi雪花 牠雖然簡單 但是牠是非常的漂亮 牠的身上呢 白黃白黃的 還有一些點點 很可愛 這隻是 雪花惡魔白酒 這個就像剛剛那隻 肥微手工一樣 這隻也是四個基因疊加在一起 那像是隱性基因的疊加呢 你是需要透過 把不同的隱性基因疊加在一起 產生出帶兩個隱性基因的 然後再透過牠們互配 用只有四分之一 25%的幾率去生出 兩個隱性基因組合的流程 而這隻 是四個基因組合在一起的 這個是需要花費大概 五到六年的時間 才能把它疊加在一起 手工的種類有很多 肥微手工 豹紋手工比較常見 牠們是少數有眼皮的手工 除了價格清明之外 像肥微手工 通常長度約18到23公分 雌性比雄性體型稍小 屬於中型的蜥蜴 體色多變 從綜合色到亮橘色都有 豹紋手工還有相當多的花紋 而且體型比一般的蜥蜴還小 身體長度大約也只有20到25公分 再加上飼養環境好打理 適合養在家中 因此成為許多人的爬寵首選 然而飼養時為這些手工 提供足夠的濕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把有送一隻給我 那我就養著養著 就覺得好可愛喔 那從小養到大養了一年了 就覺得繁殖技也到了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來嘗試繁殖看看 所以呢我也去找另外一隻公的手工 來繁殖來試試看 那果然也被我試成功了 生出一些小手工 那我就把這些小手工養大 然後呢再去找一些新的基因 回來做搭配旋律這樣子 然後就越養越多 從一隻可能十隻 那到百隻到現在 我們有一兩千隻的種群 我們一年的產量大概五千隻起跳 手工呢它是爬蟲類 它跟貓狗比較不一樣 是貓狗我們可能每天都要去照顧它 那要陪它 甚至帶它出去散步 那個陪它玩 那像我們出遠門 貓狗可能還要去技術 那手工呢它是這種爬蟲類 它其實飼養非常方便 平常我們就是給它一個盒子 給它水 給它食物 給它一個躲避屋 那他們平常就可以自己生活 而且他們需要餵食的量 大概平常是兩天一次 不需要說餵狠的很頻繁 那像我們出遠門 他們五天七天沒有吃 其實也是沒有關係的 對他們都可以 那我們平常就讓它自己在盒子裡面 我們想跟它互動的話 我可以把它抓起來 摸摸它 摸著摸著 有些就會睡著了 那像是在冬天比較冷的時候 我們手上溫度比較高 他會很喜歡趴在我們手上睡覺 手工呢它主要是以蟋蟀 蟑螂 麵包蟲 大麥蟲這些為主 以吃蟲的為主 他們不是不吃菜的 但是呢現在很多人其實 不敢用蟲來餵食 現在也推出了很多人工的飼料啊 或是蟲泥蟲乾這些 或是冷凍的耳料這些 給大家做選擇 因為耳料是手工他們的食物來源 那我們要讓手工吃得健康 我們耳料就需要照顧好 讓耳料吃得健康 營養肥美 那手工吃下去 他是不是就對它更好了 對 那像我們主要以為活體 活的耳料為主 因為手工他們還是會想要去獵食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會像是我們會把蟋蟀丟進去 讓它去自己獵食 對 會看到它看到那個 耳料那種興奮搖尾巴的那種感覺 就會覺得很快樂 我們 我們大部分在這邊呢 成體是兩到三天餵一次 一次 那一次就是一隻的蟋蟀 對 不會餵太多 因為呢 吃太多怕它會 拉肚子 腸胃炎消化不了 那餵太少呢 它會沒辦法胖胖的 對 所以我們會盡量 控制在一個兩天一次的這個頻率就好 對 他們如果吃太多啊 然後像溫度變化 我們原本可能維持在32度 突然溫度下降了 他們食物沒辦法消化 他們就會拉肚子 腸胃炎 他們大便原本就是黑的跟白的 這樣是健康的 那如果發現可能像綠色啊 或是一攤那個綠綠的像拉肚子那樣 然後味道很重 那就代表說你的手動腸會出現問題 它體內的細菌啊 或是一些體內蟲爆發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帶他去找獸醫去做糞檢 或是健康檢查 那哪一些抗生素或是驅蟲藥回來做餵食 對 那我通常呢 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它比較容易治好 如果說 等到你的手動完全不吃飯了 然後拉肚子拉好幾天了 脫水了 那就很容易死掉 再救就來不及 對 所以及早發現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看我們的手工 就算我們沒有餵食 我們可能也會拉出來 看一下他大便正不正常啊 或是說他今天有沒有異狀 有沒有脫皮不順 手工的一般壽命約10到15年 因為手工他們是會脫皮的 平常脫皮會把自己的皮吃掉 但是如果他們的皮脫不完全 或是主人給的維生素不足的時候 皮膚也會卡在他們的手指上 刺主這時候就要幫他們泡水 然後協助清除喔 老闆老闆 他會跑出來活動的 躲在躲避屋 在亮亮的環境呢 他躲在躲避屋會比較有安全感 所以他會一直躲在裡面 晚上的時候才會出來吃飯 而且剛到新環境他很害怕 尤其這麼大一個空間 他那麼小一隻 他很緊張 他會躲在裡面 比較有安全感的 那我們在晚上的時候 就會發現他跑出來活動 那或是我們在餵食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走出來吃飯 對 所以這個不需要擔心 這個都是正常的 所以他平常 我們這個盒子裡面 如果放躲避屋 他會自己進去休息 那我們平常想要跟他互動的話 我們打開躲避屋 要輕輕的 那如果打開的時候 發現手勾很緊張 如果他長臂弓起來 尾巴在那邊搖的話 要小心 他可能就是在警戒 因為你突然在暗暗 他如果剛好在睡 這樣你打開他會突然驚醒 那我們再抓他的話 就要小心 那像他現在這個狀態呢 他是沒有嚇到的 那我們要抓他 我們就可以用手這樣子 把他撈起來 輕輕的 他就會乖乖待在我們手上 那我們平常 就是可以把躲避屋放在這個 後面 盒子的後面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拉開的話 他這樣子才不會直接嚇到 他可以這樣進去休息 我們也可以直接從這個洞 這邊這個洞看他 對 這樣子 這樣子 好可愛啊 平常就可以讓他進去休息 那記得我們的加熱墊或是加熱線 這種呢 我的方式會放在這個躲避屋的下面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們手工 比較喜歡在這種躲避屋的下面 躲避屋裡面 那加熱墊 從這邊加溫才會有效果 如果你的加熱墊 放在這個外面這裡 第一 你的水會一直被加溫蒸發 就沒有水了 那這個手工 他也會 在這裡面就沒有加溫的效果 所以我的方式 是會把 加熱墊放在這個躲避屋的下面 把它加溫 那我們會維持在32度 如果太高的話 他可能會一直睡在上面 他尾巴就會燙傷 對 那燙傷了就會超微大 或是斷掉 對 所以這個溫度需要特別注意 你看 像他現在就是偷偷跑出來 看看外面的環境 一般對新手四主來說 一次養一隻較為恰當 因為他們會互咬對方的 所以我們在抓他們的時候 不能讓他們彼此靠得太近 有時候遇到發情期 公的母的對味道都會很敏感 公手工聞到味道就會想交配 母手工如果不是排卵期 不想要交配的話 就會很緊張 會快速的逃離現場 或是反咬對方 所以分開飼養對他們來說 可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喔 好慢慢的就往前咬到水 老闆 有客人在問我 我們這裡有比較特別 比較稀有的豹紋手工嗎 有 現在市面上最特別 最吸睛的 就是這一款 黑葉手工 他就是全身上黑黑的 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他是選育的產品 他不是基因決定的 所以他 培育他的難易度非常高 那像要選到這麼黑的 已經經過前任多年的努力 才有辦法今天的成果 可以讓你看看 好 好 通常小時候都很黑 有些長大呢 就天亮 就會變得黃黃的 有些亮是不是 上上這個黑點點 就是黃色點點出現 對 對 對 那這麼新喔 價位肯定不得力大 這是當然的啊 他這麼難選 因為像現在這次的試駕呢 大概兩萬到五萬左右 那他黑的程度 價位應該就有所不一樣 對 這個我們都是以當下的表現 去定價格 我們不會保證未來的發展 他也有可能現在這麼黑 但是他隨著脫皮 就一直脫脫脫脫 就褪色了 但是也有可能呢 變得更黑 對 所以呢我們都是以當下的表現 定價格 而且通常養到這麼大隻 這麼黑的 我們都會留下來當種 因為我們想要 培育更好的紫帶 更好的 下一代 來 選出更漂亮的手工 通常這麼大隻的 應該也比較不容易 填亮了吧 對 像以我的經驗來說 這麼大隻這麼黑 都已經是固定 固定了 不會再填亮了 對 但是養他 溫度要特別的控制 不用 就跟一般抱紋手工一樣 對 所以非常的漂亮 他這個是經過 人為的選慾 不斷在 黑的 把黑的跟黑的 調出來 配出來的 那這種呢 越黑 價格越高 他們小時候呢 很多都很黑 但是長大 很多都會天亮 像長大還這麼黑的 真的是很少見 這種我們就會留下來育種 那生出來寶寶 就有機會 比較黑 黑的機率比較高 對 真是非常漂亮 對 他連眼睛也都是黑的 全黑的 沒有 他眼睛不是全黑的 沒有 他是一般的普通眼 對啊 那 這種呢還是會有溫度 有時候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他顏色比較深 有時候溫度比較冷的時候 他就會有點褪色 對 所以這種還不是 目前還沒學運到 整個都是全黑 那因為他這個不是基因去決定 他是不是黑的 所以 這個呢 他 不能保證 小時候黑 長大有黑 這個呢 還是要養大才知道 小時候黑 長大可能就天亮了 對 所以 這個還是要經過我們 再持續的選育 才能 得出更好的 更漂亮的黑葉 好 了解 好 育農說黑葉手工很稀少 對手工新手來說 平常照顧要注意環境 氣候 溫度 加上膚色是不是黑的 並不是由基因決定 所以小時候黑不是黑 長大也可能變白喔 這也是成年黑葉手工稀少的原因之一 如果要養手工的話 是建議一次養多一隻一點的 還是一隻一隻來 嗯 我會建議 養一隻就好 新手常常都會想要抓出來跟它互動 那我們要抓的話 它一定都躲在躲鼻屋裡面 我們會把這個躲鼻屋 稍微輕輕然後慢慢的拿開 如果呢 它是警戒狀態 我們就先不要讓它冷靜一下 那如果像它現在還好 背沒有拱起來 尾巴沒有在那邊甩 我們就可以輕輕用手 把它從肚子這樣撈起來 對 來 你試試看 碰肚子嗎 對 用肚子把它碰起來 對 所以肥尾算是比較穩定 對 肥尾它的個性比較害羞的那一項 然後比較穩定 它是 它也很好飼養 只是我們在飼養過程中 記得 溫度要維持 幫助它消化 然後不能餵太多 好 好 那我們就再去它吧 像這個就還沒生 這個也還沒 它肚子還很大 然後像這個 欸 它這個就生了 那我們可以 可以看看 你看它這裡有蛋 對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就要把它 準備 敷蛋 好 那這個 你看這個蛋 這就是水蛋 它軟軟的 對 這個就沒有用 好 那我們就繼續尋 對 你看像這隻又生了 這邊 那我們就會把這隻 把它抓回去它 這個變套的地方 好 好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要秤 那這個呢 我們會用7克的水 7克的水 對 那像這個快倒的話 我們會用這個 然後我們會加這個 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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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食的作用 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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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不要太乾 好 這個我們是用1比1 然後調整完之後呢 我們會把它搖一搖 然後混合均勻 才不會說上面的製食太乾 接下來呢 我們會把這個蛋 挖一個放蛋的這個凹槽 對 然後把蛋呢 它蛋原本炒奶麵 我們就把它炒奶麵 把它放進去 對 再挖一個洞 再放進去 這樣子 就完成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它蓋上蓋子 記得這個蓋子 這個是不打洞的 接下來我們會貼上它的標籤 然後寫上它預計要孵化的溫度 好 這樣就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下面的孵蛋相去孵了 好 那我們現在收完蛋 我們準備來孵 那我們這次選擇是公溫 公氣率比較大溫度孵化的 我們是選用32度 我們溫度會控制在32度 對 那如果我們小母的話 我們會控制在28度 那這些是我們現在有的蛋 裡面大概放滿 全部放滿大概可以放156顆 這邊都是 那我們看一下 這邊就是 有新孵出來的小手工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把它布置一下它的家 有小手工出來 我們要準備這個 它住的環境 那我們會先鋪上這個紙 那我們會先稍微噴濕 那把這個小手工 那把這個小手工 從這個膽痕裡面 拿出來 輕輕的把它布出來 直接色不一樣 這樣子 剛出生的 這些是剛出生的 他們從1月9號到今天 229孵化的 那我們就會寫上標籤 好 那就讓他們先 休息5天 排出胎便之後 再開始餵食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它拿去加溫 那這個 你看 它這個 有點淡 這個就是 螳絲網 好 等一下 換一隻 這個不明顯 這是我家的手工 然後他們最近在繁殖劑 然後都會生蛋 那在生蛋的時候 有發現它 在那個產房的大便 是有異常 我在想 是不是有 體內蟲 還是有 什麼細菌感 然後想要請你們 做一個檢查 那你幫我把手工 我把手工抱起來 然後放好 我先蹭個體重 蹭個體重 蹭個體重 44.2克 好 放浮點一下 44.2克 44.2克 好 那 44.2克 以這隻手工的型態來講 它看起來沒有到 非常的 沒有到非常的胖 可能是他們最近在殘暖 然後 把營養都 都在蛋上 給蛋上面 對 然後我把感覺有點脫水 嗯 給我們專業的檢查一下 會比較安心 等一下我會幫他做開準 我會檢查鼻子有沒有分泌物 鼻腔有沒有通 我們在臨床上呢 我們常常遇到 正在生產週期的一個個體 他們會有一些生理性的緊迫 那生理性緊迫 那生理性緊迫 往往會容易爆發寄生蟲 或者是有細菌感染 或黴菌感染的一個狀況 所以以它現在的狀況的話 我會先開一些藥物給它去做使用 那麻煩回去餵它 一天餵一次藥 然後連續餵七天到十天 然後十天之後再回診 然後如果在餵藥的中間 它大度不大得更嚴重 或者是黏液變更多 那就麻煩回診 然後把糞便再帶過來 然後再幫它做一次診察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 腹部的狀態 腹部狀態有一些地方是比較 黑色的 這些地方需要觀察 需要觀察到它的一個狀態 它的黑色範圍會不會變更大 如果變更大的話 就有可能是 我們用的藥物 沒有成功的把一些細菌壓制下來 然後讓它 就會變它感染的更加嚴重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手工呢 手工類比較 皮膚色比較淡色的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一些 體腔內 的一些顏色的分布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顏色分布 那如果經過吃了口服藥 它的體腔顏色分布 反而深色的 越來越範圍越來越大 沒有日漸縮小的話 那我們就會擔心 會不會是口服藥效果不好 造成激發性更嚴重的感染 或者是這個細菌本身 對這個口服藥 是有抗藥性的 那就要提早回整 然後我們就幫它做藥物的調整 以上就是高雄都會台 蒙主駕到 如果節目有幫助到您 也請分享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最後別忘了追蹤我們的 IG、FB、Youtube粉專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